- 嗨! 大家好! 又是我! 嗨! 拍完台南吃貨日常! 看到牠一直揮 又知道我們又來到了台南 沒錯! 我們製霸台南的計畫 似乎已經快達成了 我們今天來到家裡 對!來到家裡 因為其實我每次發台南影片 底下就有人說 我敲碗家裡 因為家裡超多超多美食 對!來了!各位家裡的朋友 我們來了!你們在家裡看 我們在家裡吃!好不好! 對對對! 我們第一家到了就是 家裡肉園 就是愛智慧一直跟我講說 很早賣完!很早賣完! 真的!在地人自己留言 是不是這間賣完 8點9點就賣完了 牠每一次都這樣騙我 沒有! 牠每一次都跟我講說 很早賣完! 然後結果我每次一來 想說欸!怎麼還有! 不是!牠真的很扯! 牠的那個塞棍 美食運!美食運! 特別好!好不好! 因為罵完呢!現在是不能內用的!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個偏僻的角落 有沒有! 那你要自己帶碗來裝! 不然牠是用耐熱帶棒的! 因為愛智慧 車上隨身都有一些 一些碗類的東西! 牠的罵丸啊!跟我以前吃的罵丸 完全不一樣!你自己看牠裡面的料! 牠裡面是像這種 三層肉這種的! 你看這個筍子的量! 誇張! 一根也35塊! 還有香菇 我鋪空了10幾次! 你鋪空了10幾次! 我來台南8年只吃過一次! 真的假的! 就是甜甜的醬欸! 牠的醬是自己炒的! 你可以加湯了! 在地人就是這樣加湯! 所以它等於有三種吃法! 就是像湯肉圓! 對! 我以為這碗湯喝下去會 口味會對我來說會有點過重! 不會!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口味不會到很重! 湯蠻好喝的! 很好喝! 如果以前是內用的情況下 是一個鐵糊放在桌上 然後自己加! 就無限量供應! 對對對! 就是在地老泡的隱藏吃法! 我個人最喜歡湯的! 再來是原味! 再來是醬! 湯的就是內行! 我們在吃! 湯很好吃! 第二家其實離第一家不遠! 不遠! 拍車大概30秒就到了! 照慣例! 台南最有名的牛肉湯要來! 沒錯! 而且每一個地區都會有自己專屬 就是牛肉霸足! 因為上次我們在麻豆 哇!那個騎生我到現在都還在懷念! 超懷念它的牛奶! 還要再在我家隔壁的話 我真的天天去! 一碗湯配乳肉飯蛋真的好開心! 好爽! 好!那第二家到了! 就是我們的順福溫體牛肉湯! 我們的牛肉湯來了! 今天有專業的打工師! 謝謝! 還有家裡在地人的陪伴! 家裡小排! 家裡小排! 家裡開私鹿魚! 好啦!沒事啦! 私鹿魚公主! 好! 謝謝! 那我們的東西全部都已經到齊了! 所以肉乾搖搖搖起來! 它現在還是豐盛! 你看這個肉有多美! 它這邊有油花! 喔! 有點脖子! 它是給有厚度的喔! 然後又打扁! 它這個肉不用怎麼咀嚼耶! 好好吃喔! 喔! 它的油花分布非常的均勻和漂亮! 好爽喔! 你放到嘴巴裡面呢 你會覺得它的肉就是吃下去很嫩 那個油花會有一點一點那個油油 然後在你咀嚼的時候冒出來 超好吃的! 老闆爺爺剛剛好講說 他們看好真的是用蠻好的味道 你又在捏薄花! 你又在捏薄花! 它不讓我噢!我吃了! 無聲! 它的湯口其實算濃郁 可是濃郁喝起來其實是輕鬆的 喔! 真的很好喝耶! 喔!它的湯很好喝! 我來吃炒飯! 有!有!有! 它的肉沒有什麼拒絕感! 它牛肉也是有調味過的! 有醃一下! 對!有醃過! 因為這碗炒飯吃起來算是蠻有味道的炒飯! 好吃! 它的牛肉真的很好吃! 大家如果來家裡的話 一定要來這家店 喝喝牛肉湯! 他們現在還有宅配 老闆剛剛有說 他們用的肉是 頂級的肉! 宅配的是頂級的肉! 所以其實你宅配回去煮的話 也不會太老 原來我們點的是頂級牛肉湯 難怪吃起來感覺 這種不一樣! 因為它小碗就要300塊了! 一般的牛肉湯是160 那個炒飯那一盤是300塊 對! 一般是200 然後它再加100塊的肉 我們今天是走一個高級路線 因為有就是 有小拍跟著我們 那下一家呢 我們就來到了家裡的中山市場 第二間的肉圓 就是這兩家肉圓的風格是完全不一樣 我看你喜歡吃哪一個 那這間是在地人才知道的 清湯是免費的 for free 然後你點肉圓就可以附它 今天禮拜一期很多地方都休息 因為我們剛剛就曝空兩家 原本要去一家 越南的烤鹿豬店 烤鹿豬 然後還有一家是錘煎包店 它還休息 這個肉圓長得就比較像是 我們一般熟識正常看到 熟識的肉圓了 然後你會一直聽到一個很尖銳的聲音 但是因為這菜市場裡面 有人在磨刀子 日常日常 那這個肉圓呢 就是真的跟剛剛的家裡肉圓不一樣 它真的比較像是 就是彰化那邊的肉圓的感覺 因為它外表會炸的就是有點 有點小小脆脆的 有點焦的脆脆的有沒有 所以你吃的時候你可以吃到那個 裡面跟外面口感的那個落差 對 然後它的肉非常厚實的就是整個瘦肉 這樣子 筍子咬到非常的多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感覺是皮式主角 它裡面的肉跟皮會形成對比 然後筍子在旁邊就是 就是你咬的時候會有一點點脆脆的配角 對 因為我覺得剛剛那個它是每一份 每一種都給你很多 我很喜歡它給我非常多的香菜 跟非常多的就是蒜 香菜超讚 我就是喜歡這種把自己嘴巴弄得很臭 很臭 我個人的話會比較喜歡夾一些 因為它一肉圓三吃 風格比較不同 風格不一樣吧 我們肉圓在這裡 你就這樣子順著走過來 這間店得到 這間超好吃 台南版的薯條三兄弟 所以是吃薯條 沒有 吃了蚵粿鹹 所以我們有芋頭 地瓜 薯條 沒有 就只有芋頭 那就不是薯條誰兄弟 那薯條大哥 薯條小弟 它就只有芋頭 它就只有芋頭 它只有蚵粿挑所以就只有芋頭 你待會吃就知道了啦 全部的都已經在愛西揮手上 還沒開始你在那邊噢什麼噢 你看它這個芋頭籤 它的就是做這樣子細細的芋頭籤 就是我比較少看到 來吃 好脆喔 這麼一大包50塊而已 而且它油力的非常乾淨 所以你吃下去 你幾乎吃不到任何的一些油味 只剩下表皮那種超級酥脆的口感 它是用一種烹飪技巧叫做搶酥 先把它炸熟之後 把它瀝乾 然後再下大火 把它逼油逼出來就會變成酥的 所以它是搶酥 它不是搶菇 不是 下雨我們不要再講冷笑話 欸這蚵丸超大 偶丸 偶丸超大 然後拍個橫切麵不要咬完喔 哇 它有蛋黃嗎 沒有就除去一碗 它藕丸有夠紮實 它裡面幾乎沒有空隙欸 這吃下去就很飽 重點它不是只有芋泥 它還有芋塊 好飽喔 所以整顆吃下去 怎麼比肉圓還飽啊 這間很推薦欸 今天超推的 剛剛那個炸物呢 過了一個轉角 我們現在即將來到了下一家 加底米彈物 快鹹 然後開始打開 六零 cameras 老大 六零 肉很飽 妳可以吃到有一點那一種 魚湯 leadership 有淋一點那個肉燥湯汁 所以它的顏色才會是比較 類似像我們吃陽春麵呢 淡載麵那種色 魚肉 瘦肉 蚵仔的樣子 它口味沒有算很重 就是淡載麵的那種糖那種感覺 而且你看它說是當一間再來米雞座 沒有韓芳補肢 米苔木是魚肉 蚵仔跟肉是 魚肚米苔木的話把魚肉換成魚肚 對 它這個米苔木很好吃耶 它的米苔木很紮實 很紮實 我有呼吸 對啊 這種就不用你拒絕的啊 來到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家 它隱身在一個走過路過就會錯過的民宅裡面 到底在哪裡 這邊啊 就在這 就這個 這看起來也太不像一間店了嗎 你說這一間嗎 對 好傻眼耶 是米苔木的 小米 é 金魚那麼紮實 黃邊跟玻璃蝦 這是我的那個雪奇冰 它這樣一整杯了 然後給你10分滿 有看到那個 一個滿的程度 表面張力 你看見鋪的程度 哇!哇!哇!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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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冰的味道很明顯欸 很清爽 你吃了很多油膩的東西的時候 你再吃這個 你就會有一種很解膩感覺的冰 因為你看它沒有加任何的料啊 它非常的單純 滿解渴的 蠻好吃的啦 因為它糖度不高 花生冰棒 欸我這個粗度 夠 你要這樣我平常講 很濃很濃的花生香氣 真的喔!所以它裡面不是有顆粒的 沒有 喔!好吃欸 沒有 這個真的蠻好吃的 這一根十幾塊 十五塊 接下來就是這個 雞蛋牛奶冰 雞蛋也好少吃到雞蛋牛奶 它不像我們吃那個月見有沒有 會有那種蛋的味道不會來 這個就還好 一點點的奶味 它吃起來感覺有點清爽的嗎 清爽啦!蠻好吃的 不會很膩口 這間開三十幾年了 這間我第一次來的時候也是在地人帶我來的 喔! 這邊根本不會有人 完全不會 你知道這附近就是 一般的住家 那今天非常突然的家旅行 奉勸大家還是盡量不要禮拜一去觀光區 大部分都休禮拜一 然後所以我們今天也是有 鋪空了好幾家 反正愛思惠在的一天 它就會糾纏我到 就是 我 不好講的 我不要!我不要!光想到就怕好不好 好啦!如果大家喜歡家裡的話 請下留言 掰掰 欸!我偷偷跟你說 我沒有吃過這間 我是剛才看到很多人排隊 然後 剛剛上網google說 好多人推薦這間 哈哈哈哈 難怪你剛剛吃了 就一不第一次吃到 哈哈哈哈 你小聲點啊好不好